国内疫苗覆盖率逐渐提高 打气也跟着下滑 甚至还传出有不少人 预约了BNT疫苗 却是爽约没去 结果造成整瓶疫苗都被浪费了 医师表示爽约率呢 的确是比以前还要高 而且BNT开瓶之后 六个小时内就要用掉 民众对于残疾的需求也降低了 剩下的疫苗只有报废的命运 指挥中心就呼吁了 现在开瓶条件已经松绑了 希望大家不要浪费疫苗 这次等到人家打BNT哦 好 疫苗强打潮似乎逐渐退烧 诊所预约人数明显下降 连原本高人气的BNT 施打人数也大砍半 现在甚至又传出 有民众预约了BNT疫苗 诊所已经抽取西施疫 一切准备就绪 却迟迟不见人影 但疫苗一开瓶就不能再回收 在时间内没有使用完毕 就只能整瓶丢弃 爽约率提高 那一整瓶被丢掉 这样的状况的话 真的是比较夸张的情形 这个疫苗时间到了 六个小时 那就必须要被丢弃 可以尽量早点打电话过来 前一天 或者甚至是当天 赶快打电话来 随着疫苗覆盖率上升 民众对残剂的需求也降低 没有施打的疫苗 一旦超过时效就得报废 因此有医师就建议民众可以集中预约 减少疫苗残剂的产生 你开了就打打 打到后来打不完 那也没关系 现在是有很多的疫苗 那怎么样能够方便性的打残剂 或最后的这些的要求的限制 我们现在都没有 就希望能够提供给更多人打 那可进性能够变得更高 为了要让更多民众能够完整接种 疫苗开瓶条件已经取消不少限制 指挥中心也再三呼吁 大家别浪费了这些得来不易的疫苗 这里要听取说明台北报道